大家好,歡迎來到單車心幹線 這是一個用理論計算告訴你騎乘情況的頻道 這部影片要來討論如何最大化與增加運動時的脂肪消耗 那大家都知道,想要減重,要不就是控制飲食 要不就是去運動消耗熱量 那飲食可以決定各種能量的來源比例 所以可以自己決定是要高碳還是低碳飲食 但是運動要怎麼知道消耗了哪部分的能量呢? 一般來說可以使用代謝測量儀 來用忽入跟忽出的氧氣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做推算 就可以大略知道消耗的碳水還有脂肪的比例 那雖然強度越高,消耗的熱量也越高 但是碳水的占比也就越高 脂肪的占比就比較低 所以在某一個強度下呢,就有最大的脂肪消耗 那像這兩張圖呢,就是對同一份資料的不同表達 右圖是單純從比例上來看 強度越低,脂肪的占比就會越高 所以很多人會說強度越低,脂肪的消耗會越高 但這也不是正確的,因為還需要考慮總量 所以左圖就是看總熱量、消耗和比例 那可以看到雖然在25%最大攝氧量的強度 大部分都是消耗脂肪 但是在65%最大攝氧量強度所消耗脂肪的量是比 25%最大攝氧量強度所消耗的總能量還要高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邊來去找出 最大脂肪消耗的強度 那麼把上面的強度和比例納入計算的話呢 在運動時間是半小時的情況下 只考慮強度的因素的時候 最大脂肪消耗的強度大概是最大攝氧量的一半 或者是60%的臨界功率或是臨界速率的強度 不過一般最大攝氧量的強度比較難去做測量 CP或是CV的強度可以參考我網站的CP與W'計算機 來幫你計算你的CP或是CV 那也可以繼續看當值考慮強度的因素的時候呢 在不同的運動時間以及不同能力的人所消耗的最大脂肪強度 那也可以看到在這個前提下 不論是運動時間與能力 最大脂肪消耗的強度 仍然還是最大攝氧量強度的一半 或者是大約60%的臨界功率或是臨界速率 那這個也很合理 因為不同強度下的碳水與脂肪的消耗比例已經知道 所以會變的就是總量而已 那也就是說能力越高的人 在這個強度下運動會消耗更多的熱量 就會消耗更多的脂肪 不過實際上運動時間越長 脂肪的占比會越高 這個與人體的呼吸作用有關 待會會再提到 但是除了強度之外呢 還有很多會影響最大脂肪消耗的因素 例如說 常常做長時間有氧運動的人 最大脂肪消耗的強度會比一般人還要高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算出來大約是最大攝氧量的一半 那常做長時間有氧運動的人呢 他的最大脂肪消耗就有可能是比一半最大攝氧量強度還要再高一點 那這個是因為身體使用哪一種能量會跟肌纖維的占比有關 如果type1的肌纖維占比比較高 那最大脂肪消耗的強度也會比較高 而長時間低強度的運動會讓type1肌纖維的比例變高 這個可以看頻道中另外一部影片有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就可以用更高的強度運動來去消耗更多的熱量與脂肪 這也跟跑者常提到的跑步經濟性有關 那在飲食方面呢 也有很多會影響最大脂肪消耗 例如說高蛋白飲食或是高脂肪飲食 那需要注意的是 雖然高脂肪飲食能增加最大脂肪消耗 但是因為攝入的脂肪也變多了 所以總量脂肪是增加還是減少還要再算算看 那另外攝入含有茶多酚的飲品也可以增加最大脂肪消耗 例如說咖啡與茶類 那只要注意攝取的量就可以了 那另外有些會降低你的最大脂肪消耗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這篇論文 它幫你整理的蠻好的 那雖然從一開始的圖看起來 另外碳水和脂肪提供的能量好像是互相獨立的 但是脂肪的分解速率會跟碳水的有關 我們都知道如果碳水吃過多 就會轉為脂肪做儲存 所以很多人會少吃碳水 甚至只吃極低量的碳水來減肥 這是因為碳水取得便宜 而且一次容易吃很多 所以很多人在講低碳飲食減肥 那如果這個有用的話呢 應該要先想想是不是平常的飲食中 碳水的量過多或是攝取的熱量過多 才會導致肥胖 否則對於所有運動來講 碳水都是最主要的能量來源 那若是體內的碳水過少 脂肪的分解速度也會慢下來 那目前人們對於人體的能量分解算是研究的很深入 所以不論是糖解或是脂肪分解都可以講很久 那就目前的研究指數呢 脂肪的分解這個步驟在體內稱為克式循環 那這個循環又稱為檸檬酸循環或是三挫酸循環 那糖類在分解的時候會產生如丙銅酸等中介質 這個部分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自行去找資料閱讀 因為詳細講下來需要花非常大的時間 那當你讀完之後呢 就會得到紅色字體的結論 也就是脂肪是在碳水化合物的火焰中燃燒 那意思就是說呢 燃燒脂肪是需要有碳水化合物的 所以如果減碳飲食對你減脂很有幫助的話呢 可以檢視一下自己的飲食是不是攝取了過多的熱量 那另外就是如果碳水不足的話 就有可能從肌肉分解拿到能量 所以有些人在講有氧運動會分解肌肉 那就要注意自己的碳水攝取量是不是不夠 那麼一般人體中會儲存多少的糖類呢 除了已經被轉成脂肪儲存的以外 大部分的肝糖是儲存在肌肉中 再來是肝臟 那僅有很少的部分在血液中 所以這邊這張表就是對於一個70公斤 體脂肪只有20%的人來說 它的在不同飲食下身體的碳水儲存量 那如果想要靠空腹運動來增加脂肪消耗的話呢 要先檢視一下運動前的飲食是否有吃足夠的碳水 那如果碳水沒有吃足夠的話 建議可以稍微吃一點來讓身體消耗的脂肪更多 所以由前面的討論可知 脂肪的燃燒主要靠低強度的運動 那麼低強度我們一般稱為有氧運動 比較常見的有跑步、橢圓機、滑船機跟自行車 那這些機器在健身房也是佔了大部分 那麼哪一種運動消耗脂肪的速率是最快的呢 這邊分別有兩篇論文對這四種運動做了研究 那兩篇論文的研究都指出 跑步消耗的脂肪效率是最高的 那因為跑步用到的肌群比其他三種運動還要多 所以若都是在相同的相對運動強度和運動時間 建議能夠跑步就盡量去跑 可以幫助你燃脂 而其他三種的燃脂效率就差不多 所以單純從碳水與脂肪所佔能量消耗的比例來看呢 最大脂肪消耗的強度大約是在50%最大射氧量的強度 或是60%臨界速率或是臨界功率的強度 但實際上影響最大脂肪消耗的因素還有很多 所以這個強度大約是會落在40%到60%最大射氧量的強度 而脂肪的氧化階段主要是在檸檬酸循環中 分解碳水的產物可以增加檸檬酸循環的中介值 所以才會說脂肪是在碳水的火焰中燃燒 所以有氧運動的時候呢可以補充少量的碳水來增加脂肪的消耗 而對於跑步機、橢圓機、滑船機與自行車來講 跑步的燃脂效率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專向自行車想要減肥的話 冬天可以轉換成跑步運動來加速減肥 那最後來看一下這個CP、CV與W'計算機怎麼使用 那這邊有先預設一些持續時間 跟這個持續時間所能維持的瓦數跟最高瓦數 那如果說這邊輸入的是瓦數的話呢 這邊出來的數值就會是臨界的瓦數 然後這個數據就是無氧的能量 那如果說這邊改成輸入你跑步的速率的話呢 這邊最後出來的就是你的臨界速率 這個無氧距離就是說你可以維持在CP以上 然後可以跑多遠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CP、CV與W'計算機的使用 所以你就可以來算一下自己的CP、CV是多少 然後來去設定你的最大脂肪消耗的強度 那如果還有其他想看的資料或是數據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或是粉絲專頁留言 有時間且做得到的話就會回覆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